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是周公使的議題 跟七天假毫無關係 民進黨會追出一例休 只是他沒有辦法落實周休 真正的周休二日 柯建民總召宣稱 他們會開公聽會 我們要跟大家報告 這完全是一個謊字 勞工團體的要求非常的清楚 我們的要求是 這個案子要回到委員會 有充分的審議 在委員會裡面 召開正式的公聽會 邀請勞工團體 社會各界一起來參與 而不是現在 一讀用一分鐘應闖以後 再來虛假的召開公聽會 這樣子的公聽會 是在應闖過後 沒有任何居宿力的公聽會 只是做做樣子 我們看到立法院 透過這樣幾分鐘的程序 這樣不民主的程序 也來砍掉我們勞工七天假 對我們這些青年來說 國立七天假日 我們可以領兩倍薪資 或是說我們可以休息 無論是加倍薪資或是休息 對於這些青年 勞動者都是非常重要的 再跟大家講一下 根據明年的時間 133元來看 一年國立七天假日 我們就將會損失 七千四百四十八元 將近七千到一萬元左右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七千到一萬元 對於這些青年學生 對於這些青年打工族 對於這些青年勞動者來說 為什麼是多麼重要的 我們要付房租 我們要付學費 我們要付生活費 難道一年這一年的損失 難道民進黨沒有看到青年 是還被壓迫的環境嗎 1.33 1.67 我們就領得到 告訴各位朋友 看得到吃不到 因為除非你的班表 被清楚的定義出 哪一天是立假 哪一天是休息日 不然你就是被亂挪移 你根本拿不到 政府可以給你們的加班費 以為你們拿得到很好 更不要說 用看不到的七天特休 要來換我們現在就有的 國立假日七天 我們拒絕被砍架 這場絕食 我們看見工人絕食的勝利 但絕世而來的 卻是資本家與政府 更加激烈與入府的反忽 大批請力包圍抗爭的人民 暴力的手亂 排除異議的聲音 政治的話術浮扯 甚至用一分鐘的時間 就把九百萬的勞工的選案 送給了資本家 拒絕數個月的時間 我們彷彿回到了 救政權的水果當中 蔡英文政府 用不可思議的速度與手段 證明了自己對資本家的忠誠 從此證明了 革新口號的慰善 虛假 在這過程中 我們看見唯一歡欣鼓舞的 僅僅是資本家而已 使用自身攀爛的嘴臉 再次揭露了工作時間 在勞資關心裡的本質 驅動資本家的不是經濟發展 更不是人民生活的固執 而是控制跟榨取勞工身體而來 各別企業主的利益 但我們同時看見 官商和他的作為 引起的是各階層人民的團結 這一路以來 青年市民朋友 同樣拿出了自己的身體 站在對抗官商的隊伍裡頭 我們就用自己的身體 來跟這個政府對抗 爭取的不只是屬於勞工 應該有的勞動條件 我們更要對抗的是 這一個用政治話術 來欺騙社會大眾可恥的政權